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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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豆豆快乐学堂 我是乔妍爱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感觉有喜气洋洋的感觉 有过节庆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今天就废话不多说 先让大家看到我前面的大排场 排排站好在我的前面 你看感觉是不是气势磅礴啊 有没有 我觉得好漂亮喔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品 是万用的小花圈 小花环或小花圈都可以 那我觉得它很漂亮又很实用 因为呢 我要先来介绍一下 你看喔 这个上面是有做装饰的 像第一个开始 它上面有贴这个小爱心 那是红白颜色配 红白歌唱大赛 什么比赛的感觉 然后旁边呢 有这个蓝色的 上面有小鱼 所以就有点海洋风的感觉 那再来第三个呢 橘色的 然后配了一些花朵 所以呢 格外的温馨 有气质 是不是 那旁边呢 我们这个是绿色红色配 是圣诞节的感觉 最后最后最后 这个呢 就有点像 比较喜气啊 比较有点 我觉得可以送给好朋友 毕业或是生日都OK 有没有很漂亮 最后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下 这个 我手上这个是 没有做装饰的 你们想想它可以做什么功用 好的 它没错 你答对了 它就是拿来当杯垫 所以你如果不装饰的话 你可以变成 实用性的杯垫来使用 你要装饰的话 你可以做成大的 放在你的门上面啊 就非常的漂亮 有节庆的感觉 那如果圣诞节 你就可以写 Merry Christmas 就是非常有 圣诞的气息 好的 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啊 很期待今天 做这个作品的老师是谁 答案公布就是我们的 折纸达人 易格老师 我们欢迎易格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哲智老师 易格书佐姨 今天呢 其实我们这个呢 可以当杯垫 对 我刚刚有讲 但是如果你把它装饰起来 像这个 对 你做爱心贴上去 像你要做的 你要送给女朋友 然后你就贴满爱心 然后跟她说 这是我亲手做的 也可以 那在过年的时候呢 像这一个好了 这红的 你找一个自己剪一个春 或是在你的赫年片 或是上面剪一个符 贴上去 对 都可以 也都很漂亮耶 这个就是 你偏到什么样的季节 然后你用什么颜色 都可以做装饰 我觉得你中间放一个 我们一般过年那种正方形 我们会把它倒过来变菱形 然后中间会写一个春或是符 那你的今年的过年的那个春联 就跟人家非常不一样 更漂亮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做一条红线 把它这样子挂起来 或者是你贴好之后 上个双面胶把它贴在你的门上 大家一看 而且又不是很重 很喜气 对呀 而且非常的漂亮又独特 好的 老师废话不多说啦 我们想知道怎么要怎么做呢 这么漂亮的东西 感觉要准备的东西应该也不多 就是纸吧 就是纸 对 我们这一个呢 是这个有大有小 我们示范会用大张纸 但是如果你做的话 要这个大小的话呢 对 这个是12个 然后呢 你必须就是这个 财 财成 我这个就是它财成 四分之一 用三张 只用三张 三张 就是财三张之后 它变12等份 然后你可以自己配色 对耶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各式各样的颜色 对 配色 要记得配色的时候要好看 对啊 就是对比色 或者是同色系 那你自己去选择 看你的感觉 像我们这个全红的 我觉得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折 我有做一个大的 好 我们等一等呢 再用这个大的来折 半成品 那我们先用大张纸 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 先呢 这个折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对折 直接把它对折 直接三角形 对 三角形把它对折 三角形对折呢 最主要就是这个尖尖角角 一定是尖的 对 这边这个呢 左右也一定是尖的 两边都是尖的之后呢 没有问题 你就把它这样刷过去 刷过去 刷卡一样 刷过去的 这个用目的 是让它的折线 非常紧固 非常工整的折线 对 好 这边呢 是正面 然后我们反面 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这样子 因为我们等等 对 刚刚让大家看 现在这样子 好 反面折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尖端的地方呢 这个尖尖的 对准 这个角角 对准顶点 对 这个的折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你必须有折到12个 这个时候呢 张开来 直接张开 你看 你折这边的时候 是不是这边就困住了 这边没有嘛 对不对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 对 我们把打开之后 我们必须把 这个尖尖的这一条线呢 对准这个正中间 那对准正中间 我们在这一面呢 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反过来 这样就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子 这一条线 跟我这边这一条线 对准 这样子就是正中间了 我们在那一边 是看不到的 然后把两边顺开 把线都顺好 这个呢 我不怕是因为 我中间对好了 我直接这样顺 它就会很整齐 一定都是整齐的 这一边也是一样 把它顺过去 那这样好了之后 你看我们中间 有一个尖尖的 对 我们把它立起来 然后把下面这两个呢 当做好像两只脚 我们把它 往下 合起来 对 合起来 合起来之后呢 你看前面后面看 它是一样的 对称 我们再来一个折呢 也是很简单 就是这个 这个脚 跟这个脚呢 我们把这张翻开来 它折的线呢 就是在这个脚 跟这个脚的地方 那怎么折过去呢 因为没有一个依据可以对 我们就尽量让它到边边 搅对 这个脚脚好了 你就稍微压一下 好 然后这一边上面呢 也是一样 你对好了之后翻开 这个脚脚也稍微对一下之后 你稍微压一下 就像我说 折纸要两个脚脚都好了之后呢 才能刷 才能刷卡 然后把这个线呢 给它固定 好 两边固定好了 这个固定好 这边也固定好 这边是这样 反过来 一样 跟刚才的步骤是一样 就是折线在这个角 跟这个角的地方 然后这样 对过来 那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有折啦 这样比较好对了 我们这次就可以稍微对一下啦 对 第二边折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就是稍微对好 然后一样 两边对好 好 你把折线 好 然后再来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多的 多的一般 下面多的这个三角形呢 我们把它折到后面来 直接往内折 对 这样简单吗 简单 这样我们其中一个就折好了 那我们再来重复一次第二次 第二次之后呢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怎么组合 好 赶快趁机学起来喔 对 复习一次咯 这个是正面 然后这是反面 我们现在把反面呢 朝外 对 朝外 然后把线折起来 一定要把我们每一个折线都折得非常公正 然后这个角也可以 这个角也可以 反正你就是有一边要去对到这个 这个尖尖的角呢 要去对到这个直角 对好了之后呢 一样把线顺好 你会发觉它好像是口袋 对不对 然后口袋打开 把它撑开 是这个尖尖的这个角呢 要去对到下面这条线 中线 所以呢 我们是在反面对 你在这边 你没有 这边要对也可以 但是是这样子 对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边要对 因为那一边我们看不到 对 所以我们反过来 反过来 在这个地方 对好 线对好了 两边把它折过去 目前为止这个折法都不难 不难 完全不难 然后你就当它 两条腿 头抬起来之后 两条腿一样 它原来有的折线呢 我们把它对折 合起来 就合起来 对 合起来之后呢 下一个 就是把这个翻开 折这个角角的这个折线 这个折线 上面下面都对好了 你看上面下面都对好了 中间它其实就是自己已经 自己会爬到定位 对 然后你把它顺好 就可以了 好 这边折好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更容易了 对 因为这边已经有可以对的 我们就直接对到另外一边 你看这样子的线 是不是就很好折 对 这样就是很方便 有一个依据之后呢 就会非常的容易 那好了一样 把这个多的 收起来 这个下面 这边呢 也是一样 把它向内折好 这样子就是两个 你说再来呢 我们怎么组合 好 我们这边这一个呢 我们两边它其实长得都一样 所以呢 你看它张开是不是有两只 像脚一样的 对 这边这只脚 放在这边 一样也是把它结合起来 对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前后的分别 但是呢下面 你看我们这个下面有多一个白白的这个 对 对 我们要把它角度排漂亮 因为呢 我们中间是一个 你看那个中间是不是一个圆弧形 是耶 你们看 对 我们要排到正好的时候 它就是正好 中间 一个三角一个三角 但是如果我排得不好 如果这样多一个 是不是就很不好看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三角呢 正好对对对对 对到一个三角形 漂亮的三角形 对 你看我前面后面都一样 我们这个三角形是要对到 正好它这样子好像有连贯 对 其实它是不连贯的 对不对 看我们自己来 对 我们整个的把它放过去之后 前面后面都有一个这个 把它放进去 靠过去 然后就来对这个角 这个角呢你就移到 正好 你看 让它看起来说 这个弧度很顺 对 对 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下折的时候 就要分前后了 好 那因为我们这个 两边是都一样的 我把这边当后面折给大家看 大家会比较清楚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固定 我要固定 折 折下去 折到哪里呢 就是这个尖尖的 折到以这个线为主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直的 保持是垂直的 我是直直的折下去 然后 这边对到这个尖尖的 然后这样子 好 你有看我这边折下去的时候 我从上面折下去 但是我这边还是直的 就等于自己对直了 好 下去 那折到哪里呢 我们就是以这个边为主 好 对不对 这样子 折下来之后就会碰到我们紫色那一张的边缘 这个边缘 这样子 折好了之后 我们不动它 把这个拉一下 我们把它塞进去 带起来 那我这样子 你看 就不动了 就很稳了 那因为呢 我们折了两个 现在我们有先折了一个圈圈 我们再做一次其他的组合 你看 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对 我这一个呢 要套进去 这个有三角形的 是要套进这种斜的 这样两个没办法套 对不对 那我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样子把它套进去 你看 像我们刚刚的 一模一样的动作 对 一模一样的动作 前后都一样 那套进去之后 套进去之后呢 你就来找 刚才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角角 就是下面的这个角角 要让它每一个角都很顺 对 好 我们这样顺的时候 你看 这样多这么多 对不对 那我们靠进去 这样子移动 移到你觉得 正好 也不要太多 也不要太少 因为我们要刚刚好 对 它才会 每一个都一样 它的角才会每一个都一样 对 然后把这个上面呢 直直的 向下对折 对 折到这个靠边 靠边的时候呢 对到它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把它塞进去 完美 这样子它就很稳了 不动了 对 我们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 我们再组合一次 好 一个套一个 塞进去之后 套好了之后 瞧这个角你看 因为我每一个都对好了 所以最后一个 我只要靠过去 你看它很自然 就在那个角 然后从上面 对折 对折的界线 就是在前一张的这个边边 它对好之后要记得 你要看一看 你这个是直角 不要这边是斜的这样子 就不好看 然后对折下去 把它 塞到里头 塞进去 对 这样子的我们的十二张呢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扣过来的 然后做完了 如果你要做的是茶杯店 那就不必做什么了 不装饰了 对 但是如果想要做装饰 像我这个紫色的 我就给它配了一个葡萄 对 也是用纸做的 对 用葡萄呢 你这个可以把它上胶 然后黏在这个地方 还有爱心 对 还可以做很多的爱心 那因为今天我们后面呢 来教大家 怎么做这个立体的爱心 老师今天竟然要教我们 怎么做爱心 先折 你有折过像以前小时候 折的那个粽子吗 是星星吗 不是星星 粽子 我没折过 粽子就是三角形 然后立体 变成这样子 然后它一个一个把它 这样包起来 那我们今天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就是这个三角形呢 你看 再卷过来 好 我们准备的这个纸张呢 不用太大 但是呢 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厚度 你在压这个星星的时候 像这个应该是云彩纸 对 才不会把它压扁 你看我刚刚折这一个星星 这边压下去 一折 两折 再一折 再来呢 我们就紧紧的绕的 它这个三角形呢 直接绕 直接绕 对 照这个三角形呢 直接把它这样子绕过来 好 绕到最后呢 一定会有多一点出来 你看我们这样子在绕 对啊 绕到最后 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多 这个一点点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们这个多一点点呢 这个角你要用折的也可以 或者是用紧的也可以 好 那你 我是把它折进来了 折好了之后呢 你把这个多的 这个多的这个地方 再把它塞进去 对 我猜中了 那这个多的时候 塞进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角 剪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剪 它会卡住 卡在那个洞口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剪了 然后呢 直接把它 好 这边太紧 我把它这样子稍微松 松开一点点 然后呢 再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把它顺一顺 让它全部都进去 好 全部都塞进去了 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子 硬硬的 你摸摸看这样一个 硬硬的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 非常的厚实 对 再来呢 就是找到它的正中间 找正中间 因为 对 你做一个心 你应该不希望它是偏心吧 不喜欢它偏心 不要歪七扭八 对 那你就找 它的线 对上来的正中间 你用尺也可以 我这是一个小木刀 用尺 或者是 因为有卡片 对啊 卡片都可以 对准正中间 你看对准正中间 你只要对好了 就用力给它压下去 就像我们做猩猩 我们猩猩不是有五个角 要压吗 对 我也是用这种方式 用力压 压 压 压到最底了 你不能再压了 你看它变成这样子 变成尖尖的 好像饺子 有点那个曲炒饼的 那个饼干的样子 对 然后好了之后呢 你把两边上面呢 稍微压扁 捏扁 为什么要捏扁 因为捏扁的时候 再来呢 我们最方便就是剪它 要把它剪成一个心形 就顺着这个两边呢 你看这个两边的弧度 我们是用剪出来的 对 小朋友如果坐到这里 可以请家里的人帮你剪 因为 因为它有点硬 对 有点硬还有这个剪刀 对 要小心你们的小指头 好 这一边剪好了 另外一边呢 你就剪一个圆弧 你宁可一开始剪多一点 不是 剪少一点 少一点也不要剪太多 是的 然后你看 一颗爱心 这样就完成了 对 好厉害 那老师可不可以 我们一起把 用我们刚做的这个爱心 还有葡萄把它贴到我们的花 花环上面 好 来 那小朋友你们就 叶子把它压下来 你们就可以像我们一样 你看我 为什么刚刚的爱心 我有折一个大的 我还有折一颗 这么小颗的 哇 很小耶 这是告诉你说 不管什么纸 好 你只要拿起来 大概它可以折 大概五六折就可以了 你把它圈起来 像我们刚刚的纸折完之后 我把它展开来 你看我把它展开来 我们大概只需要 这样子的纸张就够了 这么转 对 这样子像一个正方形 这里两个正方形 三个 四个 就可以了 四个左右就可以了 四个左右就可以了 你的纸张准备 不管是大的 或是这么小的 通通都一样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呢 这样子 折这个 好 一直这样子折 折完就是顺了 你等于把它包起来 好 然后一个 三角形 然后这样子绕 绕到后来 最后多的 剪一个小角角 剪一个小角 或是把它折起来 但是你折一定要超过这个斜角 好 但是如果你再厚 像我这个纸比较厚一点 最后就会有多这样子 所以你不能太厚 我可以在前一个角的时候 就把它停下来 这样子把它剪掉 然后把斜角 好 你看我这样子折过去 这个角边边就没有多这么多 对 你太厚的时候 因为那个 它纸一直过去 它并不是 有包就越来越厚 然后那个边就会越来越小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 折垃圾袋的方法 老师会叫我们收纳 垃圾袋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折成 把塑胶袋有没有 折成这种长条形 然后跟老师刚刚一模一样的做法 只是你不需要凹它 它就会变成一个像 三角饭团的形状 收纳我们的垃圾袋 对 折好了 好 压一下 对 爱心就是不要偏心 中央的位置 所以一定要折中间 尽量往下压 往下压 压到最后面了 好 变成是这样了 尖尖的 两边尖尖 两边一捏 然后你把它修掉 就是多余不要的 就把它修成一个爱心的样子 我知道这个像什么 这个像去吃中国餐厅 在西方国家 他们吃中国餐厅 会给这种叫幸运饼干 对对对 然后吃那个形状就跟这个 还没剪的之前 这个吃完然后要掰开来 对 掰开来 然后里头就会有一个幸运小指 对 它会跟你说 你最近的运气是怎么样 对 那就是我们爱心 这个运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像我们现在 我现在就是还没有贴好 我们先把剩下的把它再贴一下 可以贴在我们想要装饰的地方 还有你折的时候 有一个小诀窍 就是如果你这个心 这一面好看 这一面不好看 你就把背面上胶 然后把它贴起来 要把好看的那一面留在外面 可以了 就上面这样子就可以 好 然后这样把它贴上去 贴在我们要的位置 你不要动它 等它干 然后拿起来的时候 这边可以加一条绳子 这样子就可以挂起来 或者是你后面加酸面胶 贴起来 也可以贴在墙壁上 就可以增加你家里的一些布置 或者是你要送朋友的一个小礼物 好 你们看这个是我 用老师刚刚教我们做的爱心 来做装饰 然后葡萄是老师先前就做好的 所以小朋友们 你们在家里面 就是做完我们的花环之后 你可以像老师 把刚刚老师教的爱心学起来 那就可以布置在你的花环上面 那如果你想要更兼具实用性的话 你就不要装饰它 那就是这样子 煮好了之后放在桌上 你就可以搁你的 当你的杯垫 用饮品放在上面 太烫的话才不会 玻璃桌子才不会伤到 这就是我们今天 EGO老师教给我们 这么漂亮 而且还可以兼具实用性的 万用小花环 那我们先谢谢EGO老师 老师谢谢 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一定要收看 豆豆快乐学堂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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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